《词曲 》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林斌 弟兄姊妹 主力平安 我是芷珊 我们继续查诞义理书 在上一集提到 但以理向王说出整个梦的内容 之后就说 我们会在王的面前讲解这个梦 为什么但以理说我们呢 在原文是没有我们这两个字的 虽然神只是向但以理显明这个梦 不过整个过程 是祂和三个朋友一起祈求的 但以理这么说 是因为如果王依然要懲罚那些 没有能力解梦的节是 那祂还可以为三个朋友求情 我们开始解梦 先看仪章三十七和三十八节 但以理书 仪章三十七和三十八节 王啊 你是诸王之王 天上的神已将国度 权兵 能力 尊荣都赐给你 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 并天空的非鸟 他都交付你手 使你掌管者一切 你就是那金头 当时巴比伦统治不少的国家 很多君王都臣服于他 所以称他做诸王之王 在以西结书的二十六章七节 也都有同样的称呼 以西结书二十六章七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 尼布格尼撒 率领马匹车辆 马兵 军队和许多人民 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 但以理义都指出 巴比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完全是天上的神所持 包括国度 即是僵慧 权兵是对人民的统治 能力是在用武力方面 而尊永即是地位 巴比伦所掌管的 甚至包括在他统治范围之内的一切活物 但以理最后指出 尼布格尼撒王和他的国家巴比伦 就是梦里头用精金铸造的头 接着看三十九到四十三节 但以理书 疑障三十九至四十三节 在你以后必宁兴一国 不及于你 又有第三国就是同的 必掌管天下 第四国必坚状如铁 铁能打碎克制百物 又能压碎一切 哪个也必打碎压制列国 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 一半是遥障的泥 一半是铁 哪国将来也必分开 你既见铁与泥参集 哪个也必有铁的力量 哪脚趾头 既是半铁半泥 哪个也必半强半弱 你既见铁与泥参集 哪国民也必与各种人参集 却不能彼此相合 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禁止后的是银 是空堂和傍庇 指的应该是马代波斯 在主前的612年 马代和巴比伦 联手攻陷尼尼尼尼尼 成为中东的一个大国 马代后来被鼓劣征服 拼入去波斯 成为马代波斯 究竟马代波斯 有什么比不上巴比伦呢 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主要是针对道德 文化 国家的统一 王权和能力等等 最终肯的答案 相信是来自 米纳德这位圣经学者 他说 马代波斯 如何不及巴比伦 我们不知道 不过肯定的就是 与国土与版权无关 哇 由金变银 银变铜 似乎每放月下 圣经学者差不多一致认为 第三个国家是希腊 他打败波斯帝国 掌管天下 至于第四个 传统认为是罗马帝国 强庄于铁 是形容它的军事力量 铁能够打碎 克制百物 压碎一切 打碎压制列国 表示 它是所向披美 战无不胜 接着是脚和脚趾头 用铁和泥参集造成 铁是硬的 而泥是软的 加起泥 如何起作用呢 接着三节经文 对罗马有很仔细的描写 罗马的政制很特别 有时是帝制 有时是议会制 有时是共和制 参集不一 又因为国土大 产生很多殖民地和附庸国 为了方便管理 设立很多分封的王 他们都是当地人 罗马政府因为不放心 又加派罗马人做总督 巡抚 派兵驻扎 结果产生异族通分 人种参集 不能够彼此相合 没错了 所以罗马帝国注定会分裂 就好像人有两只脚一样 在主后的395年 罗马帝国分成东西 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 而西罗马的首都就在罗马城 到了主后的476年 东西罗马正式决裂 西罗马灭亡 而在主后的1453年 东罗马也都灭亡 搬铁搬礼 搬强搬弱 的确是罗马帝国 一个很好的写照 有时它以武力核制天下 有时又以议会和共和制度 作出制衡 强权是铁 民主是黎 再加上文化、思想、政治 和人种的参集 真是很难混合在一起的 我们接着看44和45节 弹以理书2章44和45节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这国必传到永远 你既看见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 从山而出 打碎金、银、铜、铁、泥 那就是最大的神 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名 这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你两次经文预言 天国的实现 当罗马帝国 还是耀武扬威的时候 神就猜派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降世 开始上帝的国度 基督就是那一块 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但以理是要尼布甲尼撒王之道 人的国度 包括巴比伦 最终都会过去 被上帝的国度取代 上帝的国度有四个特点 第一 非人手撤立 第二 永远常存 第三 不会被征服 而第四 会彻底消灭人所有的帝国 梦就解决了 梦就解决了 预言也都说了了 《尼布甲尼撒王》会有什么反应呢? 一起看四十六至到四十九节 《弹以理书》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九节 当时 《尼布甲尼撒王虎伏在地》 向《弹以理》下拜 并且吩咐人 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 王对《弹以理》说 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 你门的神 诚言是万神之神 万皇之主 又是显明奥秘是的 于是王高台《弹以理》 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 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 又立他为总理 掌管巴比伦的一切节时 《弹以理》求王 王就派沙德拉 米撒 阿伯尼哥 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 指示弹以理尚在朝中事立 能够这么详细 祝个梦讲出来 以及加以解释 尼布甲尼撒王 简直就把《弹以理》 当作是神般看待 向他苦福下拜 这是极大的敬礼 并且向他献上供物和香品 而《弹以理》 就代表耶和华神接受 哇!一个伟大的君王 竟然向一个亡国奴下拜 充分表现出神在他心中的工作 神能够改变任何人家 尼布甲尼撒王承认 耶和华胜过其他一切的神明 他是至高无上的 他也都承认 将这个奥秘向弹以理显明的是耶和华 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多神主义者 所以仍然不知道或者不承认 耶和华是独一真神 尼布甲尼撒王封丹以理做大臣 赐给他珍贵的礼物 将巴比伦省 这个全国最重要的直核行政区 交给他管理 封他做总理 成为巴比伦一切自的首领 但以理并没有忘记他三个朋友 他向王请求 结果尼布甲尼撒王 命令他们管理巴比伦省一切的事务 而但以理就留在王的身边 成为他的国策顾问 这件解梦的事终于圆满落幕了 这件事给我们看到 耶和华是全能全知 和掌管一切的神 人类的历史不是围绕着因果循环而变化 而是朝着一个清楚的方向 终点是天国的降临 人的角度是短暂的 唯有神的角度才是永恒 尼布甲尼撒王虽然贵为一国之军 但极度缺乏安全感 一个梦就令到他束手无策 就算杀了全国的哲事都无补于事 或者这个就是独裁者的写照 人的权力越大 财富越多 就越是担心 恐怕终有一日会失去 至于但以理 凭着对上帝敬畏和信心 在危难之中可以安然度过 在下一站 我们会开始查第三章的经文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